大家早上好,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一,我是Jeky 哥迈斯以战士全中文服务为你的交易助长一臂之力 那么今天早上的开盘以来啊,我们看到的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黄金股票呢是小幅上涨,超过2% 那么科技股呢依旧是小幅下跌,最不下跌了2%左右 那么上周发生了两件事情,在周末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今天讲一下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数字货币,价格快速下跌,比特币一度跌破 5万2千美金,那么最低的时候碰触了5万美金整数大关 那么在今天早上开盘以来呢,我们看到比特币价格又重新回到了5万7千美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比特币价格以及其他区块链相应的数字加密货币 在周末的时间价格大幅下跌呢 我认为呢是有四点原因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国家层面的 首先呢我们看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对加密货币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就是说如果是在印度或者是土耳其交易买卖数字货币 就涉嫌罚款,政府不支持 那么其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 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他们的法币本币呢贬值需求预期比较强 那么部分居民呢,想我要是保留我的财富价值 那么与其土耳其里拉天天贬值,被美国打压的不行了 今天一块钱能买一个面包,明天要十块钱买一个面包 那我还不如换成国际可以流通通用的数字货币比特币 那么至少我的钱能出去,能运到海外 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这些国家允许加密货币的自由流通 会造成大量的资产资金向海外流失 那么本国呢自然就会沉淀下来更多的现金 因为实体的资金还有购买力已经通过换汇或者是数字货币的渠道转出去了 那么本国呢剩下了更大的泡沫 所以说对该国,包括印度、土耳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金融稳定性就会下降 所以呢通过这一系列我们也看到了加密货币呢 对于部分国家,就是说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国家来讲 它的作用呢可能会更加对经济的建设更加有利 支持作用 那么对于一些有贬值货币预期的国家 那么就相当于是负的作用会大于正面积极的作用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国方面啊 中国央行呢继续表态人民银行 说还在研究数字货币 以央行为背景发行的 那么未来呢如果是以政府为基调 为背书的信用加密货币发行出来 那么这些没有政府监管的像USDT 比特币,以太坊,ETH这一类的货币呢 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抛售 这个非常正常 那么政府如果是出手 监管,加强监管 那么对于传统渠道 我们这些普通的机构或散户从事的一些交易项的产品 包括暴涨暴跌的一些ICO类的空气币 或者是今天一分钱 明天涨到一块钱啊 动辄就百倍,几百倍,甚至千倍的市值增长 这样的一个市场很明显是不健康的 所以说呢政府出手干预调控 发行自己主导的加密货币是必然 那么也会提到日程之上 所以说呢未来呢 由政府正规军背书的这一系列的改革 会使传统的数字货币行业迎来新一轮的戏牌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方面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 是在之前啊 国家层面啊 像耶伦财政部 就不太支持加密货币在美国市场的广泛流通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呢 首先它威胁到了美元的八千地位 如果大家都可以通用数字加密货币 来自由买卖交易 那么美元的地位呢 就自然会削弱 因为本身双方都代表了购买力 都是一种货币的体现 价值的体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用加密货币来衡量商品的价值 来进行自由的买卖 并且呢跨国度 甚至呢追踪不到 那么这一系列的原因呢 就会导致美国会有点紧张 现在本来就有人币 现在要走出去 欧元呢还在比较坚挺的 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美元呢 随着美国政府 在过去特朗普时代几年 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 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美国会比较紧张 加密货币在国际通用的认可度 如果认可度高了 美元呢就会需求下降 再加上美国现在印了这么多的债 发行了这么多的货币 所以说呢 美元也会是政府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所以说呢 耶伦呢就会进一步加强 对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的监管 那么监管加强了自然的很多 像还洗钱啊 这些法案就会继续颁布 或者是更加严谨的去落实 对数字货币呢又是一个新的打击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上周啊 大家数字货币这些行业里面 大家盛会就是Coinbase在美国上市 上市之后呢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高管的纷纷抛售自己公司的股票 按理说一家公司的高管 如果认可这家公司在未来的发展 认为我这个公司明年后年会赚更多的钱 有更多的增长 那么我们就会持有这只公司 这家公司的股票 一直到明年后年甚至更长远 一直是buy and hold 但是呢现在发现高管一上任 CEO卖了将近3亿美金的股票 其他高管呢卖了接近50亿美元的股票 对于这家公司来讲 我们认为呢 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高管纷纷卖出股票 就很明显表现出了一个信号 目前市场 资本市场对于货币 数字货币 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上市公司 给到的估值是偏高的 连自己家的员工都认为 我现在卖出是非常合适的时机 所以呢对数字货币的信心 这个市场的信心 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数字货币 加密货币 最近价格暴涨暴跌的 一个简单逻辑分析 那么反而我们观看到 今天早上呢 数字货币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比特币又重新回到了 57000美金 我们依旧认为呢 在宏观方面来看的话 全球目前投资者 对于加密货币和这个市场的 认可度和需求量 是持续在稳步上升的 所以呢我们目前 给到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大家可以小幅度的 做空一些 包括以太坊 Ripple或者是 比特币这种主流货币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买入一些 背后支持这些公司的 像英特尔 IBM 英伟达 这些制作芯片 或者是相应技术的 实体的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呢 背后呢 它是有绝对的垄断 包括在显卡领域 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显卡 易卡难求 原来200美金的显卡 现在要卖到600美金 800美金 也是同样 花了三倍到四倍 所以说呢 相比于买入这些公司 我认为呢 价值会更加的可衡量 并且呢 泡沫的成分会小很多 所以呢策略就是 卖出数租货币 买入这些区块链 相应的行业类的股票 尤其是以巨头为主 那么在科技领域呢 永远是一家独大 巨头呢 会有天然的垄断优势 和技术优势 以及资本优势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支持 大家如果是想要交易 数字货币 那么GOMES呢 提供五类的交易产品 同样的在GOMES 可以交易美国上市的 公司股票 包括刚刚提到 英特尔 还有一些IBM 其他类的公司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买卖交易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助手 再次感谢大家